大家好,我今天要介紹這次的故事是 蛀毛鵬染指紅帕 二 有些莫名其妙的人啊 看到人家為報青恩在設立店染指供佛 他們也不自量力,盲目的隨喜一番 結果被燒的鬼哭囊嚎,跳躍不已 有一個人曾經千點看到一位同道 因染指供佛而一命無辜 那個人跟在很多人後面 給他面佛送猛聲 他的臉上人不滿不可言狀的痛苦的表情 今天的故事就到這裡,謝謝大家